好 非常感謝秉鴻 非常辛苦 一隻手在門口 好了 剛剛有提到5點的時候 請鎖定中天新聞 5點到6點的時間會有最新的消息 千萬不要錯過了 那我們現在來看到 關於柯文哲現在最新狀況 到底有哪些層面的可以去探討呢 柯文哲積壓停二回戰 打第二回合了 馬上開始 今不省越新市政 剛剛蔡秉鴻也有提到說 秉鴻啊 他有說到這個不省新市政 對柯文哲來說是一線生機 但真的就這樣子穩贏了嗎 其實有很多的伏筆在裡頭 我們先看到 柯文哲無反抗 不得上靠 因為剛剛法院也有提到說 他不是什麼兇殺犯件 兇殺案件 所以呢 他如果沒有反抗的情況上 手銬腳樓是不得把他上去的 那麼柯文哲這一次呢 是增加了一個律師 就是要拼免壓 這個律師是誰呢 叫蕭逸鴻 承認法官 檢察官 所以呢 現在是 檢方跟我們柯文哲在做一個對抗 但不過剛剛提到說 保護被告防御權 也就是比北院審法官 以保護被告防御權為由 宣示檢方抗告所提的新市政 就是他們提出新的東西 不能作為二度家庭 就是這一次家庭的考量範圍 所以新市政是不能拿來做一個探討的 剛剛秉鴻也提到說 這可能是他的一線生機 這是防止被告及辯護人不及防御 但是真的就是這麼好嗎 要這次 要先了解一下 這次的法官是誰 跟你們介紹 這次的二次家庭法官叫呂正業 他的案子呢 曾經已故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呢 他就在臉書上PO過說 關於王世堅毀謗案子一審時呢 呂正業法官就直接說 我是綠色法官 你不答應和解 我就判你輸 這句話是法官說的喔 所以可以感覺出來他對於自己的顏色色彩 是相當鮮明的 而呂正業也曾經在2013年遭到監察月的彈劾 因為呈審北院的八個刑事案件 都沒有依法程序進行訴訟審理 所以這位呂正業法官真的是備受 大家覺得他這次來審可以嗎 往下一看 現在立委吳四瑤則是說 積壓庭還沒有開 不急著下指導期貼標籤 對這個輪子法官的公不公平 大家都先不要去談 一切都是等到最後結果再說 民眾黨中評會主委也說 就問到了柯文哲今天如果被積壓 是否會開除黨籍 那麼他回答是目前沒有存在這個問題 全黨團結支持柯文哲等法院裁定結果 中評會現在不會做處理 那看到民眾黨這邊 民眾黨現在是第一個聲明 全黨齊心捍衛柯文哲主席的清白 第二個聲明 全黨前堅守崗位發揮監督制衡的力量 第三個聲明 民進黨賴清德政府利用司法手段 對柯文哲主席進行政治攻擊 司法追殺 表達嚴正抗議 好 這些東西其實說下來 都是現在對柯文哲好似有利的地方 但是另外一個反面來看看 先從北市議員鍾小平講到 他提的是 彭政生把能講的都講了 這也是決定柯文哲收押與否的結果 而他本人是支持法院把柯文哲收押的 再來 看到律師呂秋遠在這個臉書上面有提到說 高院裁定書裡面有透露一句 柯文哲客觀上確實積極介入金華城案件 所以柯文哲一直提到我不知道 我不知情 但是這邊已經講了 柯文哲是客觀積極介入 所以柯文哲有介入金華城避案 這是客觀事實 這不是主觀的 北市都發局前局長林周明也提到 2018年時任科辦主任李文中強行干涉 大巨蛋案件審議 要求更改會議記錄並對我咆哮 要我離職嚴重侵犯中華民國文官體制 就有兩個字 可惡 他並且再爆李文中曾經對他施壓 而北市議員簡書培他也提到說 柯文哲對於金華城容積率 提高到840%不知情 根本不合理 連政署已經密訓前北市都發局長林周明了 所以林周明剛好提到這些 而呂秋元也提到 確實有客觀事實積極介入 所以這邊提到不合理也是 再來他提到的是柯文哲就是個大騙子 把責任往下推 這幾天都發局的同仁都在翻箱倒� 把證據找出來用來保護自己 好 最後一位是柯市府社會局長陳雪惠 他也提到說 在柯市府工作的13個月裡面 就是超過了一年 完全沒被尊重 專業全被踩在腳底下 所以這個電視牆頗一半 一半是正面一半是反面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至於涉入了金華城案件 北院預計是下午2點 其實已經開始了 重開積壓庭 預計攻防的重點可能會擺在柯文哲 不可能不知情 因為包含了前副市長彭震生 都稱市長指示的主持會議 前都發局長林周銘也剛剛提到 也說到定期會跟市長報告 避免圖利這些供詞 看起來對柯文哲似乎不利 不過柯文哲還是透過了黨中央 呼籲小草們認真工作 正常生活不能賴政府沒倒 帶著笑容看看記者柯文哲沒回話走進北院 很有自信再看一次集壓庭 柯文哲這回的律師陣容比上次多了一位 畢竟要面對的陳審法官曾經被指控是綠色法官 柯文哲的積壓庭在今天召開 可是今天他看起來不一定有好運氣 因為他的陳審法官 自己在法庭上承認自己是一個綠色的法官 這位法官叫做李正業 2019年施明德表示 曾經對他說我是綠色法官 你不答應和解我下午就判你輸 結果還真的敗訴 不過對此說法當時北院否認 簡書培點出的就是本次檢調重點之一 可能主攻柯文哲不可能不知情 包含前副市長彭震聲稱 是市長指示主持會議 前獨法局長林周明也說 定期跟市長報告避免圖利 這些供詞都對柯文哲不利 另外金流的部分也是焦點 主席也呼籲我們的支持者 認真工作正常生活 這是一場長期的抗戰 這是一場長期的抗戰 不能讓干擾司法的人 不能讓賴政府沒鬥我們先鬥 從民眾黨的態度來看 已經做好心理準備 記者謝耀珍 張良浩 台北報導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你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你擁有你的 紅色 感谢观看